就是那個之前機器學習上的那些課 他大概教的那些技術 看起來好像1980幾年 什麼這些 這個時候就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2016年 或者是為什麼就是 可能我想一下現在是2023年 對不對 你們大概會覺得大概可能 七八年前的時候 這個大家才會說什麼 人工智慧時代來了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時間差距這麼久了 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所以代表的是這件事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的技術齁 就是雖然有原理上是可以的 但他有一些 有一些困難有一些問題 還沒有被解決 所以說這個發展才會 出現一個停滯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 要教大家開始做這個就是 要教大家這個深度學習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把 之前人們遇到的問題點出來 之前我都沒有講過 為什麼這段期間有一段空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人工智慧的眼鏡歷史 就是基本上 在1980年代就已經出現 集體學習了 但是在 這邊有30年的時間 你看到的 你幾乎沒有看到什麼 了不起的這個 應用科技出來 主要說你看從 這個2015年以後 大家說這個AI的世界要來了以後 之後真的出現很多 非常了不起的 這個應用欸對不對 主要說你們有沒有開始用Trap GT寫作業啦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機會 學長已經開始用這個打病例了欸 怎麼笑的那麼開心 是不是有偷用 好 這個 反正就是 現在你會覺得現在的人工智慧跟以前 好像差距非常大 在這個上節課 我們教到的那些人工智慧的技術 幾乎就是 這個 你感覺他跟 統計方法還沒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是用些什麼 性別年齡啊 用些什麼參數 去預測這個人有沒有得病 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變得那麼厲害了 好了我們來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這個GAP了 好那當然啊 這個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這個 我們先 幫大家複習一下 因為有一些 學生他可能 呃 前面沒有上過 如果你已經聽過了 大概前半 今天的前半節課 會跟那個 記憶學習的演算法有點重複 可是只有重複一點點而已啦 後半節課就開始不太一樣了 好我們來 記得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如果要用X去預測Y 那我們 那給 那個一年級一些加分的機會 我看你們好像不上過了對不對 來 這個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個 這FX在參數 沒有確定的時候 他叫什麼名字啊 有沒有人記得起來啊 就是 我現在有一組方程式啊 那我 假如說我已經定好 Y等於AX加B 那 A跟B還沒確定的時候 他有個名字 那 A跟B如果確定了 假如說 Y等於0.5X加3 那這樣就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那這樣就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有沒有人想得起來這叫什麼的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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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講得非常好啊 這個均衡方法 加記一下好不好 加個1分吧 這個太了不起了 你怎麼現在還記得啊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方程式的參數還不確定的時候 我們叫他Function Set 或叫他Predition Function 啊這個 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 所有的人工智慧的訓練 我們都是去求那個 Function Set 裡面的Function 也就是那個A跟B 那些參數的解而已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改變那個 Function Set的喔 所以那個Function Set 定了就定了喔 那當然那個Function Set 要定成什麼樣子咧 這個 我們 在 上個學期的 記憶學期課程裡面有講過 我們希望這個Function Set 他有能力 你和任意 函數 什麼意思咧 就是 如果你的X跟Y是一個賽函數 的形狀 那你希望有一組方程式 只要填入適當的參數 他就會像賽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這個不管啊 那接著 你預測方程式定出來之後 有一些未知數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找到一組未知數 讓 預測的Y跟實際的Y啊 他越接近越好 那這一個Function 一樣是沒有先定義好的 就是這邊是Predition Function 這邊是Loss Function 好 那你把它組合起來之後 你就是找一組參數 讓Loss越小越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人工智慧的訓練的基礎 這樣子 那我必須跟你們講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記憶學習的課程裡面有教到的 到了 深度學習的最後一節課 包括現在的Chimp GPP 一樣都是這個邏輯 沒有離開這個邏輯啊 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還是 簡單教大家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微分方程好了 那 你現在已經知道他就是球極值了嗎 對不對 那球極值的話 這個 欸順義你是不是沒有上 基地學習啊 沒有 你有上 那我們可以 真的嗎 我有點忘了 好沒關係 那所以這個你看得懂嗎 你們有沒有人沒有上基地學習的 這邊都有上 所以剩下沒有來上課的那些人沒有上嗎 剩下的人是不是都沒有上啊 我其實搞不太清楚 剩下的 剩下的欸 那我現在在浪費時間啊 沒有吧 所以大家都 現在 坐在這邊的人 現在大家都有看過這些式子嘛 對不對 都知道 微分要怎麼求極值嘛 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很快帶過啦 就是求極值 反正就是 這個 你現在有一組方程式 那你要求極值就求他的導函數 那 這個 既然大家都上過課 我再 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為什麼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 是極值 切線斜率等於0嘛 對不對 切線斜率等於0 代表他不再上升或不再下降 那當然就是極值 對不對 好這個是 用 求微分 得到 函數極值 的核心原理 所以 微分就是 求導函數 導函數就是切線斜率函數 這是很重要啊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那我們 去那個 上節課已經教過 踢路下降法了 好 那踢路下降法在做什麼咧 踢路下降法就是 但是 我剛剛前面啊 這個求極值 的時候 我得到 我想要求這個式子的極值 我想要求這個式子的極值 那 我想要 我現在 隨機的 給他一個 就是起始值 假如隨機的起始值是10 好那 我這個10 代進這個式子以後啊 這個 呃 代進這個式子 就是他的數字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把10代進這個式子 把10代進這個導函數 得到是不是 當這一條方程式 等於10的時候 他的切線斜率是多少 他的切線斜率是22 對不對 這是原始的方程式 這是切線斜率函數 所以說 如果我把某一個數字10代進去 這個切線斜率函數22 代表是 在10這個點 這個方程式的切線斜率是22 那 提出這樣法就是 我的 我上一個點 減掉 LR LR是一個learning rate 然後一般我們給一個很小的值 922 0.05 乘上 切線斜率 那等於下一個 下一代的點 好 所以第一代的點 如果是10的話 第二代的點 第0代的點 如果是10的話 第一代的點 那就是10-LR 乘上 這個 代進導函數 最後就等於8.9 這個過程 依此類推 最後就可以得到-1 到-1就不會動了 對不對 因為到了-1的時候 你減掉LR乘上 你把-1帶進去 你減掉LR乘0 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T度下降法 是我們求解的 很重要的過程 好 這邊應該都可以吧 你是不是沒有上過 所以前面 你到這邊聽得懂嗎 所以前面 目前那個微分 所以你會提出下降法了 應該還不會 提出下降法 就是 你微分 你微分這是求 導函數機質嗎 對不對 那 為什麼他可以求導函數機質 因為他切線斜率等於0 對 好 那我現在希望 我現在假設有個函數圖形 我沿著斜率的反方向走 那如果斜率是正的 我就往負向走 這樣我是不是就會往小的地方走 就是往回走 他邏輯就是我現在一開始在10 那 10的時候 在10的這個地方 斜率是22 所以我要往回走 我就要減掉斜率 所以他40就會設計成這個樣子 第T帶的值能 第T-1帶 減掉 這是不符的大小 然後乘上斜率 斜率就是T度 那就是T度 斜率就是T度的意思 很多個斜率就是T度 因為現在 在目前這個式子裡面 這個斜率就只有一個值 那如果你在一個空間之中 你有很多個切線斜率 比如說你有X軸有個切線斜率 Y軸有個切線斜率 那很多個一組 他就要T度 就好像你是一個數字跟一個向量 他那個感覺 有很多的數字就是向量 好 所以T度的意思是這個 好 那所以我想到這邊應該是很容易可以理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很快的要講一個就是 這個 之前才學到的 那個就是 機器學習演算法學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 現在有T度下降法 我們要 得到 我們要求解一個 就是我們要求一個 Rose function跟Predition function的組合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可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Predition function 它可以是Y等於AX加B 它也可以是Y等於AX平方加BX加C 好 它可以有很多參數 那我們在之前的課程中啊 我們已經說過了 這個方程式要怎麼設計咧 這個方程式如果設計的跟大腦一樣 像是這個樣子 那它就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 好 這個聽得懂我意思吧 那大腦是怎麼設計的咧 來 這個 我們是長的這個樣子 H1 等於W10加W11乘上X1 加上W12乘上X2 這一個 這三個參數 我現在還不知道是多少 我等一下要求解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X2呢 這三個參數 雖然它的Input都是X1跟X2 可是這一組參數跟這一組參數要不一樣 這樣 這樣可以吧 這樣代表是兩個不同的神經元啊 這兩組參數要不一樣 好那接著它的X1跟X2 要成為第三個 Regression的Input 好那注意我們現在把它寫的數學是啊 我們現在假設 這個 L函數 把L函數的Input X1 X2丟進去之後啊 它就是 W K這邊 K是一個符號啦 就代表它是不同組 好 因為有時候你兩個X1 X2是共用的嘛 對不對 那你這邊K等於E跟K等於2 代表是這個系數是不一樣的 好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得到一個結果之後啊 要把這個輸出丟進S型函數 這S型函數啊 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的反函數 Logistic Regression是 LogP除以1-P的X嘛 它的反函數 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多層感知機 它就是把三個神經元組合在一起 把三個神經元組合在一起的這個預測函數啊 就是 X1 X2丟進來 丟到L function裡面 這邊有三個代解函數對不對 丟進S型函數裡面之後 這X1介於0-1之間 丟進L2裡面之後 這個X2也介於0-1之間 然後再丟進L3裡面 之後 X型函數出來 這個O介於0-1之間 好所以說 今天我設計出來的多層感知機 這是一個最減模型啊 也就是說它只有三個神經元 最減模型啊 這個 這邊只有三個神經元 這個 呃 這是多層感知機的最減模型 那我想問大家 兩個神經元會發生什麼事啊 之前有上過課的 有沒有人要回答一下 如果這邊 只有一個神經元 這邊也一個神經元 這樣是不是有兩個神經元 兩個神經元 跟三個神經元 比起來差異最大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三個神經元以上 跟兩個神經元以下 差別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這個差遠啦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你沒有上過前面的課啦 所以 你的回答大概很難是對的 來 上過了有沒有要講那樣的 不然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好啦 我們在教這個的時候 你印象中我們做出了什麼事情 轉為非線性 欸轉為非線性很好 所以三個跟兩個的差別是線性跟非線性嗎 來是或不是 是 對沒有錯 三個跟兩個的差別就是線性跟非線性 來為什麼兩個是線性 為什麼兩個是線性 一個是線性這個大家可以接受吧 一個是線性的話大家可以接受對不對 那兩個的話 這個東西 那他是不是就沒有這條線 那你把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再丟進一個 注意喔你只能加一個數乘一個數喔 他還是線性的啊 你沒有改變他的尺度 你懂我意思嗎 你把一個數字 加上個就是 加上個數乘你就只是平1他而已嘛 所以兩個神經元直接連接起來 這樣還是線性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三個神經元就是2 1這樣的一個組合 是 最小的最簡的最簡化的多人感知機模型 是因為 從這個時候開始他才有非線性的效果 等一下後面我們會有程式可以好好看 你輸入一個神經元看看你就知道他只會線性中哥啦 好 那當然就是 如果我今天我剛才學會T2線上法對不對 那 那我現在也知道說我的整合函數長這個樣子 我整合函數長這個樣子 我整合函數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一貫層自然的 沒有任何想又想不起來了 我們在叫logistic regression 的時候 有說啊 這 cross entropy 的微分啊 他會有一個P乘以1-P在分母 他也可以跟上面約掉 這個大概我想記的起來的人很少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好我們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好了 大家自己去那個 那個記憶學習演算法 反正都有錄影嘛對不對 那記憶學習演算法那個課程的那個就是 前面那個就是 呃就是 第七課 我記得是第七課吧 第七課我就有教啦 為什麼要用 cross entropy 來當 準時函數 好那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那我就知道我就是要解 W0 這九個 函數 這九個代解參數的導函數 解出來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好 好大家不要問我怎麼解答 那個第十二課我有教過了 好不好前面的課程我有教過了嗎 所以你們就說 同意在這裡啊 這裡有詳細求解過程請看這裡 這裡有了好不好 這裡 你如果真的想看怎麼連續解的話 這邊是有想解的 好所以我不解了 那大家只要同意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 我現在就是要用T圖下降法 寫這個 多層感直擊 解這個多層感直擊 那 數學的過程我們可以跳過 可是原理你要記住啊 原理就是我先寫個Predition function 然後我定義一個Loss function 求每個參數的導函數 然後接著我就要用T圖下降法去解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預測函數 這一次的預測這樣子的 我們假設 x1 跟x2 和y的關係 滿足 多層感直擊的 數學模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設我今天 我已經知道 這一個 function set 就是真理 x1 x2 跟y的關係 就是滿足這個 function set 這件事情 在物理學中很常見啊 在物理學我們很容易 可以告訴你說 現在這個東西 這個 現在這個東西 主要說 呃這個 呃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好了 主要來說這個 呃 這個 例子的這個質量 跟它出現的位置 滿足某一個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長成什麼樣子 是已經知道了 那當然那個某一些常數 我可能不知道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 呃 我們假設 x1 x2 跟o的關係 是我自己產生的嘛 所以我當然知道 它是怎麼樣的關係 這樣可以吧 那 我已經告訴你囉 W10 到 w32 的 參數分別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按照這一組參數 我求出 L1 L1進sigmoid function 產生x1 x1 然後 產生x2之後 把x2 x1 x2 產生L3 再經過sigmoid function 然後 這就是x1 x2 跟y的關係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我們 這樣子 run完之後 我們如果把這些圖 x1 x2 跟y 打在這個 圖上面 你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也就是說 它不是線性分割可以解決的 對不對 它看起來是至少要兩條線 才有辦法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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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點跟藍點很好的分開 那我們現在試著用T度下降法 來解 看我們有沒有辦法用 這樣的一個式子 就是 我們來看看 在我們 假設我們現在不知道這些數字多少 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 有很多x1 x2跟y的組合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式子的x1 x2 跟y 帶進去嗎 所以 隨便給一組 W1到W3 這 隨便給9個這個代解參數 你可以得到一個loss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這9個代解參數的 斜率 這裡可以算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求T度下降法了 好 這是練習的答案 那 那 基本上這個樣子啦 就是 有上過機器學習演算法的 你可以試一下 試著直接 直接用這個就是 試著你試著直接 直接用這個 就是 你試著就是不要看答案來解 當然沒有上過的人 你現在 叫你馬上去複習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你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學習什麼叫T度下降法 T度下降法語法是怎麼寫的 好 不過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啊 就是 反正大概在第四節課以後 我們用的是套件 所以 你不會T度下降法也不會怎麼樣 那你只要知道原理就好 所以你想不想學這個是一回事了好不好 好 那你也可以直接貼 那就這個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啦 好不好 那 好 好那各位同學我想就是 可能現在這一題要做出來 可能 馬上做出來看 大家應該是沒有想要做的樣子啦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答案 因為答案會引申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好這是 這個X1 X2 到Y的一個過程 這些係數我們都已經決定好了 -4 -4 -3 -3 -7 -6 -1 一時類推下去對不對 好 那這一些是我們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跟X function 還有H function 也就是你把係數丟進去 然後跟 input X或者H丟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結果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Differential function也是一樣 Differential function就完全按照剛剛那邊解出來的數學式的樣子 你得到這些結果以後 你得到這些結果以後 我們可以 直接貼這個答案 這個意思就是我去讓他做一萬代的迭代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整個過程 注意你看喔 第一代是 隨機產生九個數字 把它填進去 接下來 從第二代開始 第1代 第1代 第1就是2嘛 對不對 等於第1-1代的數字 就是減掉LR乘上 它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所以就是減掉它的T度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有的每一個參數都是這麼解的喔 每一個參數都是這麼解的 好 我全部按下Source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 這個W 我們看Head的話 最開始的時候 這是一串隨機起始值嘛 第一個 第一個Raw 它是隨機起始值喔 之後它就沿著某個方向 不斷的前進 那我們來看最後 它答案變了多少 最後是不是-3.6 -3.4 -2.3 我們來看答案 -4-4-3 有點接近對不對 那接著 7-6-1對不對 6-7 這個也蠻接近7的 -6-1 是不是數字其實蠻接近的 好再來 3.6 5.6-6.2 4-6-7 真的是差不多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真的是差不多 好 那既然答案是差不多的話 我們把這個方程式 拿來畫圖 如果我們把它拿來畫圖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結果 就它真的 畫出了一條這個方程式 然後把它割開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而且它一次割了兩條線 所以這是一個非線性分割 這邊有一個轉折嘛 對不對 好 好 那 我這邊給大家一個有趣的實驗 就是 這是我們剛剛的結果 這是我們剛剛的結果 對不對 好 可是啊 我先確定一件事 大家了解 有跟上我們現在的過程 因為我們產生數據的過程 是用這些參數 所以跑出這組數字是應該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但是如果你多跑幾次 假如說我再跑一次喔 再sauce一次 然後我再看最後結果 欸 這次結果又完全一樣 那我們再一次 我知道 我知道怎麼不一樣 來來我們再做一次 這就是它又再做了一次嘛 對不對 來再看結果 欸 你看 結果是不是很不一樣 結果很不一樣對不對 好 那結果很不一樣 然後 那我再畫圖一次好不好 注意我用的就是 最新的結果畫圖喔 我不是用上次的結果畫圖 我們來看看結果很不一樣 那畫起圖來感覺如何好了 我先把它清空啊 這樣大家比較看得出來是第二張圖 再做一次 你們覺得跟剛剛的結果有差嗎 沒有差對不對 看不出來有差吧 可是 係數真的差很多欸 不然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再確定一次好了 沒有 欸這真的是這組係數欸 為什麼會這樣 到底哪一組係數是對的 我們是用 數字這樣產生的 那我們發現這一組結起來數字跟它很接近 圖畫起來很漂亮 這個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這一組數字跟它差別很大 它圖畫起來也差不多 那到底哪一組數字是對的 有沒有人啊 有沒有人有什麼解釋的 來我要跟大家講啊 我們這堂課是這個樣子啊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學得會 就看這些問題 你是不是回答得出來 你不見得 你不見得最後 真的會寫程式 真的會做這個 真的會 做出一個人工智慧模型 但你如果這些問題又回答得出來的話 那你對AI了解一定就會非常深入 好那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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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提供任何idea都可以啊 提供任何idea都可以啊 好不好 欸所以就你了 欸所以就你了 講一下 哪一個是對的 你不然你是回答哪一個是對的嘛 都對 都對 為什麼你說都對 路線不一樣 這是結果了 這不是路線欸 這是結果 他們的路線是差蠻多的啦 可是結果就完全不一樣啦 沒有idea 一雲要不要講點話 一雲要不要講點話 一雲不要害羞 你很重要快點 一雲哪一個是對的 你同意剛剛 數音量都對嗎 那為什麼他們都對 他們數字名就不一樣啊 好有沒有人要救一下 有沒有人真的想要出答案的啊 喂應該不是說答案啊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吧 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好那我們先跟大家劇透啊 答案子都對 那數字為什麼都 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數字不一樣可以都對嗎 好答案子當然可以 我們現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你思考一下喔 如果 有一組參數是-4-4-3 那他算出來的結果啊 跟-8-8-6 會非常接近 或者跟-100-100-100 -100-600差不多 為什麼咧 因為你今天帶 兩個數字進去 X1跟X2 隨便帶兩個數字進去喔 隨便帶兩個數字進去 那 這樣的一組參數跟這樣一組參數 是不是 這一組參數的結果 是這一組參數的兩倍 可以接受嗎 那譬如說你現在隨便一個X1跟X2的組合 丟進這組參數運算 答案譬如說是 100好了 那丟進這組參數就是200 可以接受吧 因為我只是把整個係數都乘2而已 可以接受啊 好你可以接受這一點的話 你再思考一下SIGMORE的函數 SIGMORE的函數 有什麼特性呢 這個S型函數啊 我丟100 進去 他告訴我0.999 我丟1000進去 他還是告訴我0.999 為什麼 這個函數的特性長什麼樣子 這個函數長這個樣子 在 數字很大很大的時候 他就會很接近1 但是不會到1 數字很小很小的時候 他就會很接近0 不會到0 所以這兩個數字 這兩組參數啊 這兩組參數啊 其實用哪組差別不會太大 可以聽得懂我意思嗎 第二個 第二個會完全一樣的地方是 就是 如果你直接把H1跟H2 直接調換 比如說這邊 覺得說是1 2 3 這邊是-2-3-4 那你直接把 這邊改成-2-3-4 這邊改1 2 3 然後把這兩個參數也調換 那這兩個式子也會完全一樣 同意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這一個函數 有 如果你要求到某一個解的話 假如說那個解釋 可以這樣子分割 紅點跟藍點 在函數空間裡面 有非常多個地方 都滿足這個條件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那結果也都對 因為你未來要用這個Function 去預測新的Data的時候 他就是按照這個分割邊界啊 他就是按照這個分割邊界 這個分割邊界就是對的嘛 對不對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那你可以把 數學上是這麼理解的 如果你不是很容易理解的話 我用個比較生動的比喻 生動的比喻就是 就是每個人的大腦長得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要驗證 這個人這個 當然有些考試會去驗證過程 對不對 那實際上我們在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 反正不管你怎麼想的啦 只有你有你有邏輯這樣 出來的結果 大家考100題 考100題的答案都一樣 那我們就說這兩個人 都學會了 這樣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啊這個 你要用方程式去模擬大腦 這個特性也會慘 也會一起進去了 這樣可以吧 有很多無限多組方程式 可以給出這樣的一個分割邊界 這樣可以齁 好 了解這件事情以後啊 你就已經了解到 這個神經網路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 現在你要求解 這個神經網路啊 你不見得要求到他的全局極值喔 你可以求到一個 足夠好的極值 也就是足夠好的參數啊 這組參數之後拿去apply 在新的data上 結果不錯 這就ok了 那至於這一組參數 跟別人的那一組參數 沒有完全一樣的 這不重要 那他們的效果很有可能會完全一樣 好 這樣我們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欸所以我幾乎 我再換個講法 所以這個 就是 世界上不會有兩個AI會完全一樣 因為之後你們遇到的AI 他的參數會 為什麼現在給你們用server 就是以後 參數上百萬是基本的 那上百萬的參數 要完全一樣 那屎別開玩笑了 對不對 或者 你們 我不確定你們有沒有看最近新聞啊 這trap gtt 總共有幾個參數啊 沒有人有idea 數字我也接不太起來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就會有idea 來trap gtt Number of barometer 齁 看到了 1750億啊 好這個數 你算 同樣 你組data 重新training啊 他這個數字絕對也不可能完全一樣 好可以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進入我們的 第二個小節 第三個小節 就是 我們要矩正化我們的多層感知機 我們剛剛的多層感知機啊 是 很簡單 就是一般的數學式 那這個一般的數學方程式啊 擴展起來會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我們用矩正的形式去寫它的話 它擴展起來會容易一點 這個一樣啊 我在那個 機器學習簡算法的課程裡面有提到 那我還是強烈建議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幾課了 我們現在來清點一些 我們現在來清點一些課程好了 就是說 如果你 如果你之前沒有上課的話 哪幾節課你是一定要看的 好 來我來跟大家講 這個 第四課 應該這麼講 一定要看的是 第六課 第六課跟第十二課是一定要看的 第六課跟第十二課一定要看 你不看的話就是會非常難銜接 那如果你第六課跟第十二課 如果你願意看 第三節課的話 那你可以第四節課先看 因為你對整個數學士會比較了解一點 好 那 剩下的當然你如果可以多看的話還是多看會比較好 不過就是六跟十二是一定要看的 如果 六跟十二 看不懂可以往前面看這樣子 但六跟十二是這邊的基礎 好這個 這個矩陣化的擴展啊 我在這個 就是第六課 第十二課的時候 一樣 有去講它 那其實啊 其實 呃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講好了 我只是 矩陣的乘法這樣成的 就是 就是 x這個 這個放前面嘛 就是這一個raw 乘上這個的column 所以這裡是不是 x1 乘上 x1 哎 這個是截距啊 這個是 這個前面要放1 x1 乘上 w11 加上 x2 w21 x3 w321 以此類推到 xm wm1 然後它們內機起來之後 再加上這個擷距 這個相當 這個就相當於 相當於前面的這個式子 相當於前面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本質上就是一個內機的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啊 就是 x1 x2 和w的內機 這樣可以 所以說 我把它整合成矩陣乘法 應該是 符號 比較難 比較生硬 但是應該邏輯上沒有那麼難理解 好 所以說 我的L函數 本來我是要一條一條 我有L1 L2 L3 好幾條對不對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它整合成一個大L函數 這個L函數裡面直接包含了M個神經元 第一個神經元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東西叫一個神經元 這樣可以吧 直接含第一個神經元 好那 這樣子的話 我的L函數的Output 就XW 對不對 XW 算完之後 經過S型函數變H 這樣可以吧 再經過一個W 但是這個W的 這個W的D輸出維度就1就好了 因為我之後只要輸出 0到1之間一個機率就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L2 所以 注意這裡的D 是不定值 當你寫成矩正式的時候 這裡的D是不定值的喔 你可以指定要多少都沒關係 當然 你指定了多少 這個W的形狀會長不太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但是這裡你只能指定1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 這個的Input Size 也是跟D有關的喔 因為你 根據你H有多少個維度 你的這個W就是D乘以1 有維度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 這個函數的導函數 欸 既然它是XW 你要對W求導函數 那就是X本人啊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好 對LX求導函數 我這裡少了一個W 這邊應該還有D點W 這邊應該還有D點W 對這個東西求導函數啊 就是X本人 只是 把它轉置而已 因為 就是矩正運算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它的這個Color跟Raw 你要把它這樣 你要弄對了它後面才有辦法乘 好 那我們現在啊 一樣 因為我們的這個結果 我這邊帶它解一次好了 就是 比較容易的看懂這個 一個邏輯 那一樣啊 這個這個完整解法 這個 就是我那個第12課已經有教過了 大家可以再複習一下 好一樣 你L1 把X丟進 X跟Y W 相乘之後變L1 對不對 那變L1以後 丟進X凡數變H1 H1 再丟進L凡數變L2 然後丟進SIGMO的凡數變O 然後做Cross entropy 得到Loss 好 如果你要求 兩個W 這兩個W 是你的代解參數 對不對 在這整個方程式裡面 X 是已知數 W 是未知數 中間的所有東西 都可以用X跟W 算出來 然後Y也是已知數 對不對 所以你的代解參數 就是兩個W 所以我要對這兩個W 求 導含數 我要怎麼求咧 我要反著求 用連鎖率反著求 先求 O的導含數 我們把O的導含數叫做O的T度 O的T度 等於對Loss求O的導含數 最後就是O乘以1-O 分之O-Y 為什麼長這個樣子 這個Cross entropy的導含數 我在第七課有 就是第七課有Cross entropy的導含數 我們可以很快的在這裡看到 這裡有 這裡有完整的解法 好這個是Cross entropy的導含數 就是你怎麼樣求到這個結果的 這樣可以接受了吧 這邊太快了看不懂 就回去看那個 錄影 這樣可以 好 你有了O這個導含數之後 你要用連鎖率 你要求 Loss裡面的 L2的導含數 那你就先求到O的導含數 再對O求L2的導含數 這就是連鎖率 連鎖率一樣 就是前面 連鎖率我第一次上到是第四課 第四課我有交連鎖率 好那連鎖率你就直接用它就好了 那 那你最後得到的就是O-Y 好這裡 這裡我跳的有點快 我顯然跳的有點快 我只有給大家結果 就是 現在W的導含數就長這樣 W1 W2的導含數長這樣 W1的導含數就長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 寫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函數很長 你如果 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去拆解裡面 我怎麼去把結果算出來 所以我不是直接用個套件 告訴你們說 誒你們用這個套件 算出來的結果是多少就多少了 這邊每一步的過程 這邊算出來的結果 是我用回圈 用梯度下降法 用剛剛的那一串導函數 去求出來的喔 所以你可以一行行拆開來看喔 我們直接把它複製切上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方程式 這個函數要怎麼用 好 我們先把它 source一次 得到這樣的一個 你現在有個MLP Trainer這個函數 看一下我們要做什麼喔 好 X1 X2跟Y 這是我們剛剛的X1 X2跟Y 對不對 我們的Number of Hidden 是2的時候 這是不是跟剛剛的結果 是一模一樣的 剛剛我們也是兩個神經元 那我現在矩陣化之後 我這邊輸入2 我們來看結果 好你看到了吧 它割出來的結果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 兩條線對不對 這個2我們改成5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沒有什麼差別 它還是割成這樣子 那我們改成100好了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100要算比較久 這很正常啊 因為你的神經元變多了 哇真的是很久欸 那我們等它一下好了 我們看一下講 講義 好如果是神經元50的話 你大概就會看到 欸 你剛剛是不是這兩個看起來 這一條跟這一條都看起來很像直線 這邊有個轉折對不對 到神經元數目等於5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有一些細微的轉折了對不對 50的話你會發現它的轉折更明顯 100還沒跑完啊 這樣真的是有點太久了 反正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你的神經元數目越多 你的神經元數目越多 它非線性的能力就越強 它就越有可能畫出 越 就是越fit data的曲線 當然以這樣的一個sample來講 我們是不可能完美分割的啦 因為 這裡面有好多 就是好多藍點都在紅點 切在紅點裡面 好多紅點切在藍點裡面對不對 可是 它就越能夠找到那個複雜的分割邊界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看 我100終於畫出來了 你看到了吧 這個 這個分割邊界應該是蠻明顯的 有一些 歪歪曲曲的這個感覺了吧 這樣可以吧 OK 好那 我剛剛在生成資料的時候 因為 我剛剛生成資料的時候 是用兩個神經元來 生成的對不對 所以它的複雜度 本來就可以用兩個神經元來描述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 剛剛那筆資料 我是上帝 我已經決定了它是怎麼產生的啦 而且我明明就知道 它是兩個神經元就夠了吧 所以你用100個神經元 它用兩個神經元 切出來的分割邊界不會差太多 那我現在啊 我用 我故意把我的 sample 是用平方向哦 注意剛剛我的 剛剛我的 那個 預測函數 完全沒有平方對不對 我剛剛預測的函數就是很多個神經元結合在一起 它只有 陷境組合 就 內積完了之後 再過 這個sigmoid函數 sigmoid函數只是把它 變成0到1之間嘛 再過一個陷境函數 再過sigmoid 所以完全沒有平方對不對 你在這裡面絕對看不出平方在哪裡 絕對看不出來啊 不要再想了 就是沒有 這樣可以吧 可是我現在產生data的時候 我是用平方哦 我是用平方來產生哦 平方產生出來的data會長成什麼樣子 可以用圓 進行完美的分割 這樣聽得懂的意思嗎 圓的方程式是什麼 這個x-a 平方加y-a 平方 等於r平方嘛 可以接受吧 所以 平方的 這個 平方產生的點 它可以被圓完美分割 可以接受吧 因為你很容易可以小於r平方就是紅點 大於r平方就是 藍點嘛 這樣可以哦 好 所以我現在產生了這個 新的data以後 我們如果number of hidden還是2 number of hidden還是2的話 它割得很好嗎 不算差 但是這兩個藍點跟這幾個藍點 總共這6個藍點 它沒有割好對不對 還有這邊還有幾個紅點沒有割好 這樣可以吧 它已經做得不錯了 可是不完美 很神奇的是如果你把number of hidden 改成5 你會發現 它有沒有越來越像畫圓呢 其實它不是畫圓啦 只是5的話它允許的轉折就多了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5的話允許的轉折就多了 那我們改50 欸50我就不跑了耶 因為我剛剛真的跑太久了 50的話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構像圓了吧 它甚至不是圓 它不是圓 這個 這不知道是什麼複雜的函數圖形 可是它可以分割紅點跟藍點 對不對 好所以說 所以說我來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這個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我們今天教的這個多層感之機 在神經元數目夠多的時候 因為轉折就會多嘛 非線性的程度就會高嘛 它似乎真的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喔 這件事情是我們很想要的 因為在醫學上我們不知道X跟Y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除非你們現在有任何人可以告訴我 年齡跟死亡率的關係是什麼 你們只知道年齡越高死亡率越高啊 但它是什麼方程式 這個80歲和70歲的差異 絕對和40歲和30歲的差異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它絕對不是線性的 那是怎麼樣的非線性呢 沒有人知道 這樣可以吧 那甚至醫學上很多X跟Y 它可能是 U型的啊 就是U型的關係啊 就來說假離子很低的時候 很容易死 很高的時候也很容易死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想要用假離子去預測 這個死亡率的時候 你直接用線性方程 那就是莫名其妙 所以說這樣我們知道 我們多層感知機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吧 即使我們不知道X跟Y的關係是什麼 它也可以擬合給我們看 只要我們給的神經元數目夠多 神經元數目給的夠多 暗示的是 W 你神經元數目給的夠多 就是這個W的D很大 對不對 你這邊 M的數目因為我們Input只有2 所以我們這個M的數目就是3 2加1加一個結句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的D等於50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有3x50個參數要解 150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D如果只有2的時候 是不是只有6個代解參數要解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代解參數的數目 直接影響了它的複雜度 好 所以你們現在知道為什麼 ChildGDP 他要1000多億個參數了吧 因為它底層的方程式 一樣也是 呃 不是多層感知機厲害 沒有那麼簡單 可是也是它的變形 因為它要怎麼變形到後面 這個我們要慢慢教 我們不能教那麼快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吧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底層也是一個 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的 FunctionSet 那我要training的時候 我就是找到 那我那個FunctionSet的代解參數 只要夠多 那我就有能力擬合任意的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雖然我不知道 講句這個話 跟回句這個話 它的關係是什麼 實在是描述不出那個關係 但是我用足夠多的代解參數 去Feed它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呃 所以你現在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 呃 到這裡為止 假設你不管它的運算原理的話 你只要簡單的 在Number of Hidden這邊 增加數字 這個模型的效果就會強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剛剛教的 那一個神經網路 是淺層的神經網路 我來跟大家講 神經網路怎麼看它幾層生啊 這樣子 的一個神經網路 它總共有三個神經元 兩層生 一層兩層 為什麼這個被叫做一層 因為如果你從矩陣的角度來看 它是同個矩陣 只是這個D的數目不一樣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嗎 神經 神經網路的乘數 是 是由幾個 幾個代解參數的矩陣所決定的 這樣聽得懂吧 你如果一個 你現在如果 這樣子的 你寫成矩陣式之後 你發現只有兩個L 抱歉這叫兩層生 這個可不可以算一層啊 這樣一二三四 看起來四個式子 為什麼只有這兩個算層 因為只有這兩個式子有代解參數 這兩個式子S函數它沒有代解參數 對不對 所以它不算一層 現在我們在描述一個神經網路的幾層生 是指它有幾個 有代解參數層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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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有幾層代解參數 應該這麼講 這樣可以接受 你們之後 你們現在 每一個代解參數層 中間 像現在我只有教你們用Sigmoid 去轉換 之後我還會教非常多層 它們會在中間穿插 它各有各的好處 那那些都不能算一層 那些在算 你是幾層生的神經網路的時候都不能算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深度神經網路的擴展 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今天要教的 我跟大家講 不管你以前有沒有學過機器學西紀演算法 從這邊開始就是全新的 之後再也沒有 跟上學期的課重複的內容 前面其實就已經多多少少 有點沒有重複了 只是從這裡開始就有 就完全沒有重複了 好我今天這節課的最後一個重點 你看我今天已經快要上完 對不對 那我今天這節課的最後一個重點 再教大家 深度神經網路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已經知道了 乘數的深廣 淺 代表是你有幾個L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很容易的可以把 欸 你看我現在怎麼寫喔 X先進L1 然後接著進這個moid function之後 再丟進一個L2 然後再變成H2以後 再丟進L3 這樣我的方程式是不是有三層 代解參數是不是有三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代解參數 我要教大家算個東西 這樣大家才會理解我 深度神經網路的威力 我要教大家算什麼東西咧 請問一下 剛剛我的 我剛剛的這樣的一個神經網路 代解參數是不是9個 可以接受吧 這邊代解參數有9個嗎 這邊代解參數有9個嗎 可以接受吧 這樣兩層深的代解參數 兩層深的網路代解參數有9個 他的D是多少 2對不對 因為他的神經網路是2 所以D等於2的 兩層深的神經網路 代解參數有9個 那D等於3的呢 有幾個 我們思考一下 D等於3的 這裡是不是3個 3個 3個 9個對不對 這裡有幾個 4個 可以接受吧 那D等於5的呢 3乘5 加5 加1 可以接受吧 所以 D等於 D等於 你的D 就是你的D 如果是100的話 那就是100乘3 加上100加1 可以接受吧 所以如果我等一下 下 所以我現在如果決定了這個D的數目 就來說這個D是20 這個D是20 我這裡是不是有 60個代解參數 那這裡是不是有21個代解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加起來多少 80左右 對不對 那如果我這裡 我現在雖然寫成3乘生喔 可是我這裡的D是10 這裡有幾個代解參數 3乘以10 10個 30個對不對 那這裡的D也是10 這裡有幾個代解參數 注意喔 你的input有10個喔 你的input有10個 因為這個東西的input有10個 所以是10乘以10喔 再加10 因為你還有拮据 所以110 可以接受吧 那你最後這邊10加1 因為你最後opput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10加1 所以這裡如果 這裡如果 如果你這裡 D等於 你這邊的D如果等於10的話 你這邊的D如果等於10的話 那 那 你就這兩個D都等於10的時候 你的代解參數的總量 是 30 30 就是大概30 加上 110 加上11 唉唷 發生什麼事了 還可以開燈嗎 就我就是看一下好了 如果開不了就算了啦 開不了我們 我們下次上課的時候 再跟這個指導師講 好 所以大概是150左右吧 可以接受 我們如果這兩個 如果我們一個三層深的神經網路 這個D我們設10的話 我們大概是150個代解參數 那我們在這裡 大概D要等於多少 才相當於這兩個式子 代解參數是差不多的 大概 50左右吧 50乘3 這樣就150了嘛 對不對 這邊這加50 這加200 所以大概40 40 這邊D等於40 跟這裡D等於10 代解參數量差不多 所以說 如果代解參數量差不多 那 他們兩個的差別 就只有 FunctionSet不一樣囉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我如果要說 這個FunctionSet 優於這個FunctionSet 假設我要說這件事的話 我應該要給他差不多的 代解參數量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吧 你不能說 如果 你拿TrapGDT 什麼 1000億個參數 然後跟一個 只有10個參數的比啊 那個1000億個參數的非線性程度 那當然是高多啦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再講一件事 什麼叫A比B好 就是 如果一個 很難很難擬合的一個 函數圖形 那 他可以用比較少的代解參數 就擬合出來 就比他來的更 這樣就是比他來的更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實驗了 好 這個 片尾片尾片的過程我們跳過 我們只要這個過程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一層一層往下解 不斷的利用連鎖率 解到W3 W2 W1 他的 編導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啊 我們直接 來玩一下這個 深度神經網路 好這個 大家來複製一下 我等一下會花一些時間 就讓大家玩這個 然後玩完我們 我們檢討完我們今天就下課了 好你直接複製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 產生的這個data 有多噁心 你看我們今天這個data有多噁心喔 來 中間有一圈紅的 再一圈藍的 再一圈紅的 再一圈藍的 這個一看就知道非常難擬合了 對不對 好 我這邊 當我下這個指令的時候 代表是 我希望 兩層深的神經網路 中間那一層有100個神經元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代解參數有幾個 算一下 這樣代解參數有幾個 300加101 可以接受吧 400 大概400個 我們RUN吃看看 好我不RUN啦 我就基本上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好 你已經看到這個結果了 這邊是100 這個代解參數 其實比他多很多 這個5層深的神經網路 其實代解參數 比這個多蠻多的 因為他中間有好幾個20x20 20x20 就400了 所以他擬合的比較好 這也是應該的 我們把他數字做一些修剪 我們把 這一個 多層感知機的數字修剪的 代解參數修剪的 跟他一樣少 我們來看看 他效果有沒有辦法那麼好 你如果直接看的話 你會覺得這兩個效果 誰比較好 這個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效果就沒有很好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一樣 用400個參數喔 我們用400個參數 我們來試一下喔 400個參數 我們大概10 我們這樣 第一個10大概花掉30了 30對不對 第二個10大概就100 對不對 這邊10乘10大概100 這邊再10乘10大概100 大概200了對不對 300 好不要了 這個代解參數比他還要少對不對 這個代解參數比他還要少 這個可以同意吧 RUN一下看看 效果怎麼樣 欸 效果誰比較好 這個 好像也很難講 對不對 好那不然這樣好了 那我們換一個實驗 我們知道這樣可以割得很好 對不對 那我們來算一下 這樣總共有多少個代解參數 然後我們給他好了 那我們這樣 來看誰比較優越嘛 對不對 這個我就 這個我就BRUN了喔 這個等一下你們自己試 好不好 這一行我BRUN 可是這一行代解參數有幾個 我們來算一下 60 然後400 有幾個400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所以1600對不對 1600 你中間還要加些拮据那個懶的加 因為這個數字很小嘛 對不對 好 1600加上60 然後再最後加上20 好了我們算1700啦 這樣可以吧 1700 除以大概除以4大概多少 1700除以4大概400 這邊算400的話 這邊算500啦 這邊算500 絕對量絕對超過他 這樣可以喔 試一下500 哎呀這個500 我不知道要跑多久啊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好我跟大家保證啦 就是500切起來效果 絕對不可能那麼好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跑完就知道了 所以 所以 我在這裡 DEMO給大家看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這個 函數的 擬核能力 比這個好非常多 他可以更節省參數 然後去達到更好的效果 當然我是用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之後 我們之後後面的課程 遇到一些比較複雜的模型的時候 我們很難這樣子 用個簡單的例子 就視覺化給你看 說他比較好 之後我們會說 來我們現在來比賽 這邊有100張 有病的 有COVID-19的胸部X光 這邊有100張 沒有COVID-19的胸部X光 用 A Model 跑出來80分 用B Model跑出來90分 我們說B Model比 A Model好 我們之後會這樣子 現在 現在我們會很簡單 我們現在因為 用的Sample簡單 所以我們可以視覺化 超過二維 你就看不出來了 對不對 三維空間 你就沒有辦法畫圖了 還沒跑出來 我們再等他一下好了 500真的要跑一陣子 不過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給他一個更深的網路 就是 剛這裡是2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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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你給他 repeat10x10次 也就是剛剛是 6層深的神經網路 5加1層 你把它改成11層深的神經網路 他會training不了 升到一定程度之後 為什麼就沒有預測能力 等一下 等一下我會希望你花 就是花 我等一下就把 我們等這個跑出來 我就把螢幕還給大家 我等一下會希望你試著 用這一組Sample 用這一組Sample就好了 沒關係 然後 用這一個貼這一串女髮 然後去改中間這裡就好了 去試著了解 潛到深的神經網路 他的效果的差異 然後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潛層的神經網路 也許拿到的分數是50分 然後在他慢慢變深的時候 可能 兩層深可能是50分 三層深可能60分 到五層深的時候 他可能可以拿到接近100分 之後再往下升下去 他的分數就會遇到斷崖式的下降 可能會像這個樣子 幾乎沒有預測能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到底跑出來 跑出來了 效果也是有切 但效果沒有剛剛的好對不對 效果跟這個比 顯然是沒得比 這個沒得比吧 對不對可以接受 所以大家知道等一下要做什麼事了吧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 你們必須 確保他的代解參數差不多的 如果代解參數不一樣多 那A大於B 這個代解參數多的比代解參數小的 好 這樣子不能夠 去說 深度神經網路比淺的好 除非深的網路 參數少 效果又好 對不對 實際上真的做得到這件事情 可是要稍微調一下 好 我們先給大家 我希望大家 在等一下的20分鐘 我希望給大家20分鐘的時間 就是玩一玩 然後我們就要討論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想大家 剛剛已經測過了 應該很多人都做完了 應該就按照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就是 如果你今天 很淺的網路 大概可以拿到一個 就是 沒有很爛 但是不是太好的分數 對不對 然後升到一定程度以後 欸 Performance就很棒 那再更深你就發現爆掉了 有多爆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不要看左邊 右邊的Loss 我們先看 左邊的數字 你看 左邊的數字 這是他預測出來的Value range 都介於0.626到0.629之間 這是沒有分辨能力的 所以你看起來他有些紅紅爛爛的 但其實他沒有分辨能力 那如果你看這裡 你看了嗎 他都幾乎都是介於0到1之間 幾乎都是介於0到1之間 所以這裡的紅色跟剛剛的紅色是不一樣的 這裡真的是沒有分辨能力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Loss Loss會帶給我們一些information Loss是什麼咧 我們在做Loss的時候啊 我們來看 這個左邊的Loss 他是不是最開始的時候很高 然後後來越來越接近 往下當然還沒有到0 當然他往下跑了對不對 那 這個Loss是什麼咧 這個Loss就是我們剛剛 當下的W參數然後算出來的Loss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照道理講Loss會越來越小對不對 因為你沿著斜率的反方向走啊 照道理Loss應該越來越小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好 可是你發現喔 這個網路 你看 我們先看最後好了 他的最後 是看起來接近0點 看起來接近0了嘛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離0還有一點距離對不對 所以 這個比他好 蠻合理的對不對 可是 他這邊是不是有一些 奇怪的這個跳躍 好 所以 我先問一下 我們這個A比 這個 升的比淺的好 這個是 毫無疑問的事 我先問一下 這個跳躍是什麼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這個跳躍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是好事還是壞事 那我們先決定是好事還是壞事好不好 來決定一下 壞事 大家都覺得是壞事 好 很好 的確是壞事 雖然他結果比較好啦 但是 他是壞事沒有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下 會發現我明明就往斜率的反方向走 結果Loss卻變大 什麼樣的狀況下 來發生這件事 壞允 再給妳一個機會好不好 我覺得妳應該會回答 過度擬核 不是啦 過度擬核 Loss會變得很小 好啦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張圖 就是 就是 我認為這張圖 我認為這張圖 大家要就是 大家要知道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就是這件事情發生了 好 這是我們的上學期的第六課啦 好 我們的T2系樣法 用T2系樣法解這個方程式 這夠簡單了吧 它的導含數2X對不對 好 當妳的學習率 設為 0.98的時候 它的路徑是這樣跑的 你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只是5 如果它的學習率是0.98 它的學習率是10 對不對 所以它減掉9.98 對不對 是不是會變成4.8 我會跑對不對 然後 再因為它的斜率變成負的 9.6了對不對 所以要減掉 0.98 乘以負的0.96 所以它又會跑回來 所以它的路徑會這樣 當它的Lending Rate 大於某個數的時候 它就甚至會往上跑 好 所以你知道問題的關鍵了吧 這個Lending Rate 調整的是什麼 步伐大小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你沿著斜率往 反方向走 你的步伐如果過大的話 它的切線 說不定就只有一點點 那我現在畫黑板的方式來給大家看 你現在在一個 假設你在一個很複雜的函數徒行中 你的每一步都是這麼大步 然後你現在剛好在一個這個地方 你剛好在這個地方 那你想要往下走嗎 對不對 可是你走了一個這麼大步啊 最後你是不是就到這裡來了 Lost是不是上升了 這樣可以接收吧 所以 那為什麼 可是我們在這裡 學習率是固定的啊 這邊的學習率是不是都0.1 那為什麼這個下降就很平緩 這個下降就很不平緩呢 因為這個函數條件複雜嘛 上面這個函數圖形顯然沒那麼複雜嘛 下面這個函數圖形顯然是很複雜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在爬山的時候 如果那個地形 啊啊圖圖了 是不是就很容易出現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接收吧 好 那 所以 你現在可以知道 所以 那這裡是不是就沒跳了 這一個函數圖形它是沒有跳的喔 可是它有個特性 這個它是不是這樣這樣一直往下降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直往下降對不對 雖然它有跳 這個函數圖形發生什麼事了 它降到了0.6 欸就再也不降 0.66就再也不降 它是平的 完全平的對不對 好 所以它 它 它停止學習了 它有在學習 它學的 大致上是學的好的 只是偶爾會失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應該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隨著網路深度越來越深 它的函數圖形就越來越複雜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個函數空間裡面會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 我們叫安點 安點的意思就是像馬鞍那樣子 就是 就是 它可能會 出現一種 就是 在某一個 地方 就是 你 就是你把它想成就起起伏伏了 函數的安點 我現在應該 我現在應該把函數安點 函數安點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 它會有一個 它會很多類似這種 函數的安點是 指函數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個馬鞍的地方你看 它 這邊是不是有斜率 它這裡是不是有斜率 但這個點剛好上下左右的斜率都是0 因為 它這一個剛好是這邊的切線 對不對 這裡剛好也是它的切線 你遇到安點就會非常困難 安點是什麼 我現在在講的是安點 安點就是 你在某一個地方 切線斜率 任何一個地方的切線斜率都是0 這樣你是不是就動不了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這麼深的神經網路 為什麼會遇到安點 好我們現在看 剛剛解這個式子的時候 被我跳過了對不對 可是你仔細看一下 它的解法 你看 W 你要如果要解W2 它要怎麼解的 它是不是首先你要先解出W3 W2 它是L2來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算出L2對不對 L2 是不是H2來的 H2 是不是L3來的 所以它是一路往下解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它是一路往下解的 這樣可以 注意件事情 H的Value是介於0到1之間 可以接受吧 因為H是有經過SIGMOID函數的那個東西 所以 所以 對於W2來講 它經過幾次H乘以1-H 一次 對於W1來講 它經過幾次H乘以1-H 你看 它這邊 有個L1 有經過一次對不對 L1是繼承 L1是繼承H1 對不對 H1在這裡 那H1就是繼承L2 L2 這邊是不是又一次 所以對於一個非常非常深的神經網路來講 它下面的W 就是它最淺最淺層的那個W 的Gradient 的T度 是不是會經過很多次H乘以1-H 那H乘以1-H 這個東西 很容易 出現0 或者1 那 如果你出現1 就1-H 就是0 那你出現0的話 那整個東西就0 那0 因為你在解連鎖率的時候 你的Gradient一直往下解對不對 都是用乘的 你只要出現0下面都不用算了 通通都是0 T度等於0是什麼意思 安點 T度等於0 就代表剛好那個點沒有斜率 所以它不會移動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一個網路升的時候 那個網路 那個Function Set 那個Function 到處都是安點 你就很難優化成功 你很難優化成功 你就找不到一組參數 去讓它最後去 讓它可以預測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今天 如果把這個函數拆開 它的第一代跟它的最後一代 數字幾乎沒有變化 就是它的每一個W的數字幾乎不會有變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為什麼 深度神經網路 反而 反而會表現不好 那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是可以解決的嗎 這個問題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定義 這個問題叫T度消失問題 你可以很容易Google T度消失問題 我今天講了半天啊 就在講這個問題 T度消失問題 好不好 你可以看一下 不過我想 你不見得要去看自己查 好不好 因為我們上課會帶你一步一步解 了解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至少就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數學工具 我還沒有教後面的課嘛 對不對 是個大問題對吧 所以網路生不了 一生你就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 知道為什麼 這邊有30年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們後面的課程 基本上 我會一個一個告訴你 這邊30年當然不會只有T度消失問題 可是 我可以跟你講 就是T度消失問題 是 解決T度消失問題 是 現在人工智慧 變得 網路動不動都幾百層聲的 關鍵 你們 今天你們發現了一件事啊 10層聲的我現在都訓練不起來了對不對 可是你們看新聞 動不動都是幾百層聲啊 對不對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講幾層聲了 因為幾層聲不是問題 裡面T度消失問題已經被解決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 還會有其他問題啦 比如說 你現在發現啊 他的函數圖形很複雜 所以求解不容易嘛 所以很容易困在局部即職吧 對不對 你看今天 我們 雖然這個東西優化成功了 但感覺像百券式的啊 對不對 那如果剛好停在這裡咧 那是不是就失敗了 對不對 這個問題也是要被解決的 這些都是深度神經網路 在訓練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好我可以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今天我們就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 這個多人感知機1982年被發展出來 到T度消失問題被解決以前 這段期間基本上就是人工智慧黑暗期 因為 拿不出夠深的神經網路 Predition範圍升不了 Predition範圍升不了 能夠擬核任意函數的能力就差 所以你問一句話 要回答一句話 這樣的一個 很顯然就是很複雜嘛 對不對 你就擬核不出來 擬核不出來他功能就不好嘛 看起來就像白痴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我可以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因為我還是很想要跟大家 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真的是 前陣子不久前發生的事 2016事 就解決T度消失問題 是2016年發展事 後面我會很詳細的講這段Paper 可是 我還是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段Paper的引用次數 好 這是2016年 這篇解決T度消失問題的Paper 我不確定你們在座有沒有任何人看過 至今為止被引用15萬次的Paper 那個一年級的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我不確定國防 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再講話了 好啦15萬次就是很多啦好不好 15萬次就是很多 就這個樣子啦 好啦那 大家知道為什麼 16年以後 會有這麼大的突破 其實是數學問題被解決 以後 所以 你現在了解到這些 這些課上完之後 就算你不會寫程式嘛 至少有個收穫 就是以後 有個人跟你講說 這個我們公司做AI有30年的經驗 我們的演算法 30年前就發展出來了 這個大概 一定是 要嘛就是他的問題特別簡單 要嘛就是他的Egonic人 可能不會比 最近只有5年經驗的公司好 這樣可以理解吧 當然他有30年經驗 大家可以進步啦 如果他跟你說這個Egonic人 大家新發展出來的 那大家還談得下去 如果說這個東西已經用了30年了 那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這樣可以齁 好不好 那個數學問題解決前跟解決後 真的差非常多 你們光看他的引用次數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啦 那我們之後會再 講一些其他問題 然後告訴你 之後的人怎麼去解決他的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